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进来到浩苑 面前的琵琶鸭 我们相当熟悉 今天是全只 因为跟朋友一起去享用 见到灵纳纳 颜色也是我们熟悉的颜色 又是香噴噴的酸梅漿 肯定了 确认了 刚才听师傅说 是自家调制的 所以是相当之好吃 不说那么多 要试一下 其实对它 我都相当之有信心 鸭杯也是我们最喜欢吃的部位 又是薄烈烈的鸭皮 多漂亮 蠔丸 蠔丸的烧鸭 我一直都不会怀疑 每次来必吃乳猪 惨了 都不是惨的 是一个好事来的 现在每次来都要吃枇杷鸭 如果是晚饭的话 因为枇杷鸭 它下午是没有供应的 是不是 都不肯定 但总之现在吃已经很开心了 薄烈烈的鸭皮 刚才吃一件很脆 想在大家面前再咬一次 让大家听听的声音 很香 脆薄薄 我们这些朋友吃得很开心 大家看看它这里 酱汁塗满了 烧到香香的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 它不是太咸 不会一味死咸 所以是很好吃的 加上自家调制的酸梅汁 特别好吃 我们几个朋友都吃得咬咬你 鸭胸现在夹 刚才吃了几件鸭背 说连骨都抖起来 鸭胸 都是亮亮亮 看看皮脆不脆 刚才我吃了几件鸭背 和一个鸭腿 都是相当脆皮 鸭胸相对来说 它的肉就厚一点 一般来说 皮相对没那么脆 我们试试 如果说比较 当然是没那么脆 但如果整件事独立体 都可以 都可以好吃 对不对 我现在朋友都压着了 所以今天都是很满意的 鸭肉都是很松化 很好吃 为什么刚才我说鸭背 骨也抖起来呢 因为很多时候鸭背 肉是比较薄一点 所以骨头都是烧得很香口 酱汁的精华都在了 所以是相当好吃 朋友多好 留下鸭腿给我吃 刚才我已经吃了一件 多漂亮 刚才我问了经理 他就告诉我们 这个琵琶鸭 如果想吃的话 当然可以 最好要预订 茶匙方面 有乳珠就不需要预订 但如果想茶匙的时候 一边吃点心 一边吃片鸭鸭的话 都需要预订 所以网友们就要注意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吃好的东西 都需要预订 预订了之后 舒舒服服 开开心心 慢慢吃了 脆脆脆 还有油脂也很香 好吃 跟朋友来吃 除了有一大群人来吃饭 是特别开心之外 我发觉原来 那个琵琶鸭吃完一只 感觉上好像好吃一点 不知道是否因为 它比较均匀 烧烤的时候 我不知道 反正来说 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还有就是 油香 现在口里面 仍然是朗下朗下 所以很快就已经吃完了 很开心 所以我们就像这种 一只吃完 大群人来吃饭 你会有点 在里面 有点 有点 就是 不过 我会有点 我会有点 你会有点